所以我就一聽 哎呀 出家後在創供嘛 看今天怎麼結果 結果有沒有 馬上傳柯文哲出來對了嘛 他會去用黃金 實在是一個老金很壞的一種 真的嗎 不然很重嘛 這麼重幹什麼 可是還有錢的感覺啊 我對你的配不用 如滔滔江水來 你這就特別講說 關鍵在保險箱 關鍵在保險箱 而且你那個所謂的查購證明 拿出來 list的出來以後 一翻兩段眼 所以我們今天東正經文 就按照你所說的 我們去查 查了以後才問說 這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剛剛講到 五十萬根本就是小case 五十萬根本不是 今天簡聯的重點 簡聯敢去查 簡聯敢去要搜索票 簡聯早就已經知道 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說裡面最關鍵的 對我們透露的是 有黃金 有文件 至於有沒有裸斷 他們就不置可否了 對啊 所以我們昨天已經判斷了 如果說昨天沒有收到東西的話 你認為陳慧琦會放過簡聯嗎 當然不會 罵人了嘛 開始罵大街 你這個司法不公 然後惡意騷擾 我這個第三大黨 黨主席的保險櫃 你沒有證據 跑來跟我搜索 是不是這樣罵法 當然 要是我都這樣罵了 對啊 他嘴巴很安靜 所以我覺得一聽 就要在串供嘛 今天怎麼結果 結果有沒有 馬上傳柯文哲出來對了 你說那是串供 當然是串供 所以他一直告訴他東西被收走了 我現在聽懂了 結果今天你一查 就是東昇去查毒蝦 現在發現有黃金在裡面 有黃金 那有黃金在裡面 柯文哲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柯文哲今天出題來知道說 黃金被抄了嘛 那現在 為什麼今天馬上傳他出來嘛 這就是被收押的好處 你知道嗎 檢方隨時高興 就借聽你過來問問看 然後出來的時候 他也很高興嘛 今天心情他也很愉快 他還跟旁邊那個 壓他那個 有說有笑 對不對 有說有笑 開心就不得了 所以他已經知道 東昌事發了 所以他心情也看得很開 因為智慧 他的聰明智慧還是夠的 他不會煩惱 因為他這種人 不太容易煩惱 你知道嗎 他什麼事情 一過夜就算了 但問題昨天是很可惡的 就是說你今天陳佩奇 一個台大畢業生 一個專科醫師 被他柯文哲黑化到這種程度 醫生是個高尚 而且高貴的職業 對不對 他是救人性命 他居然昨天在公然說謊 在全國人面前公然說謊 講了一大堆胡說八道 他的什麼資金流向 不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所以昨天的那個保險櫃 被衝到 昨天的那個黃金 跟這個所謂的文件被查到 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致命打擊嗎 我覺得有被扣到東西 然後他會急的 馬上利用這個 有這個媒體爆料的 這個同一個時機 用這個時機 對 他利用這個藉口 馬上開記者會嘛 這是可惡的地方你知道嗎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北檢已經告訴 已經把這個消息 偵查不公開的訊息已經公開了 所以我這邊也 我也公開 相對性的公開 他搞一個正當性嘛 其實是在幹什麼 掩護他自己要去 今天告訴柯文哲 這些重大的私訊 那你剛剛講的 這個 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你剛剛拿那個 那個手提箱給大家看嘛 我現在問你 因為昨天在新聞報導的時候 沒有講到保管箱的大小 對 那你們就查知道 保管箱有那麼大小嗎 對 它有大有小 這個是比較大的 這個大的話大概可以存到什麼 存到4千萬到5千萬之間 不是 我們不知道 它的保管箱是大還是小 對 如果是大的話 我告訴你 它原來就是放現金用的 它就是放現金用的 它就是放現金用的 然後這個是 它現金parking用的 它是parking用 中間的mediator過度的 它是過度的 它因為它這個錢收到之後 它要有一個地方 馬上放進去 對 它最後沒有 最後一些小錢 它有所有的方法都可以用 最爛的一招 但最有效的一招就是ATM ATM最有效啊 因為一支的10萬塊 對 那10萬塊它到了60萬 到了50萬以上 它後台的那個 後台的那個總帳 會報調查局的這個 這個洗身防治中心 可是它知道 所以它又分次這樣處理 分散 分散掉這個事情就看起來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被監控了 他不知道嘛 他不知道他已經被監控 因為他的身分特殊 跟柯文哲有關的人 當他在選總統那個時候 當他在黨主席的身分的時候 就已經被監控了 洗錢防治中心 一定會監控他的所有的戶頭 我們現在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當你是這個所謂的 六都的市長 還有你是總統猜選人的時候 你的金流早就是 洗錢防治中心管控對象了 他為什麼 因為要保護他 因為他本身有可能 是被恐攻的對象 有可能被收買的對象 都有可能 所以他這個本來就是屬於這種 特殊的這個含金量比較高的 以前談過AB檔案 其實就是 他是重量級人物 所以他是被國家保護 大家好 那現在黨 這些事情裡面 我們現在談到的是兩個 他昨天講的是兩個保管箱 兩個保管箱 到底什麼東西在裡面 我們不知道 但今天很明顯就是 北檢檢察官 就當場就叫柯文哲出來 問了三個多小時 當然一定會問到他昨天抽 保管箱 昨天抽到東西一定問他 問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來的 又是變成一個來源不明的東西 如果這個金額是一個巨額的話 有到上億的金額的話 那柯文哲今天就 要搞三個小時的話 絕對不為過 因為你黃金 隨便一條就是一千萬兩千萬 對 那個很容易的事情 一公斤一千多萬 快兩千萬 所以那五條的話就一億了 對不對 所以五公斤就一億了 不過我平常先講 他會去用黃金實在是一個 老金很壞的一種 真的嗎 很重嘛 那麼重幹什麼 可是還有錢的感覺啊 錢還有感覺 感覺有個... 就像我拿到黃金 那個沉甸甸的感覺 我也會心花怒放的 土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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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那個李律 有一個律師 用裸鑽 用裸鑽 三十幾億 拿一小包 一小袋 三十幾億台幣 袋在身上 一個小口袋就走出去了 對 三十億 一個西裝口袋裝走 黃金的當壞壞 對 鬥得要命啊 你知道吧 所以這個是很愚蠢 這個還是熟悉的 所以為什麼 這個我們的日本朋友 在笑他 他是大政年間的這種洗錢技術 貪污洗錢技術 這樣才有發家的感覺啊 而且剛剛講的 吳不記名債券真的這麼好用嗎 那吳不記名債券 那不一樣 實現券不認人 那就很高級 那非常高級 這很高級 那就高級 那是大鵝 那是超級大鵝 那一定是上億的 那就談都不要談了 那是天文數字 如果TBON的話就不得了了 那誰拿的都有用 那個吳記名債券 誰拿都有用 那轉給誰都馬上賠現金啊 這個美國的吳記名債券 TBON本來就是到處最 這是全世界都可以最好的洗錢工具 問題是你第一個 初始交易的那個時候 你要登記啊 第一筆交易是你要登記啊 第二筆 他怎麼來的 這又有來源的問題啊 誰給你的 這個已經高級到 離開我的專業知識範圍了 因為我沒有搞過 這種買TBON的經驗 連你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搞過這種東西 沒有必要搞這一套 因為對我來講的話 台幣就很爽了 台幣就很爽了 我們正在講說 很妙的是 它有兩個保險箱 兩個保險箱 各存了50萬 昨天吳董就講 那50萬應該是 搬搬搬搬搬 到最後剩下的50萬 是 為什麼大家會懷疑說 你的保險箱 跟你這個錢有關 因為大家就懷疑說 你家的錢 其實照講聽來聽去 有很多的現金 你有很多的現金 你一定要有個地方可以去parking 你有parking的地方在哪裡 最好的就是你的 這個所謂的保險箱 剛剛講到 這個保險箱 我們這樣算一下 就這個盒子大概大小 你大概可以存多少 大概存到這個 4000萬到5000萬 之前講 吳董就說他的朋友 給多少錢 1000萬 現金 小平 今天小平只要講任何話 民眾黨就要告他 可是小平說 有一次一桌 有一次兩桌 總共加起來 一桌的是1000萬 兩桌的是2000萬 總共3000萬也是現金 也進到了科普成這樣 就4000萬了 4000萬如果再去把 那個所謂的1500 加起來 那就是5500萬了 你這樣算來算去 他們家到底有多少現金 可是這個現金 跑到哪去了 對沒錯 現在我們如果按照這樣算起來的話 他們家的現金真的相當多 有很多 這個包括小平講的 吳董講的一大堆 好 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以這個銀行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他們的尺寸 我們就相對應 他們的保管箱的這個尺寸來說 這裡面來說 絕對不是只有放50萬而已 50萬應該是說 你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最後剩下的這些東西 對 我也不認為他們今天也插扣了 這黃金 所以保險業是他們家 現金的中途之家 對也就是說我可能拿了這些黃金 這些錢之後 我就拿了手提箱 然後就提進去 然後到這個地方 然後兩個 我這個 秀出我的這個保管箱的這個號碼之後 你跟我進去 然後我要做什麼 你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進去開始把錢放進去 然後我需要錢的時候 再用這樣一段時間 然後再把錢拿出來 可能用這樣的方法 入住在那個地方 看起來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能解釋 吳董已經講了 他的朋友給了1000萬 那是現金 這個小平也講 而且我要再強調 小平講任何話 民眾哪都要告他 而且還真的告他 可是講這個3000萬 到現在還沒告 對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如果說 如果真的假設這個 這次有傳言說 假設這裡面有房企 或是有那種踢棒的話 那這根本真不得了 因為什麼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洗錢的管道 這是全世界最好的洗錢管道 對當然 美元計價 或是台灣也有非常多 我們台灣有非常多 譬如說台積電 或是說很多公司都有發行 所謂不記名的債券 那是什麼東西呢 這簡單來講 我跟他講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今天我要跟保潔 我要給你保潔好處 好我就給你這個不記名的債券 我就直接給你了 給你就好你就拿走 拿走 拿走之後呢 因為這裡面沒有任何記名 所以也就是說 他一年要發這個股息的時候 你就直接拿了這個 你就去跟這個公司就說 我有你的債券 你有股息的話 一年多少錢你直接給我 然後必要的時候 你還可以把它賣掉 因為這都不記名的 就是你拿的 誰有這個 你就是有這個狀況 所以他是認卷不認人 認卷不認人 而且這個東西來說 你很難去查 它的這個來源是來自什麼地方 所以我才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管道 如果假設真的有這些東西的話 所以來說這一次 柯文哲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發財之路 讓我們學到非常多 額外的這個金融知識 就是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就講 他們這一次裡面來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保潔我們就講 我們幫大家稍微算一下 他們目前的錢真的相當多 你看多到什麼狀況 我們講事實上 為什麼陳佩琪 這個5月要宣布他9月要退休 我真的覺得 看著他們家的財務狀況 他真的要退休 他現在要轉行做什麼 如果柯家的大總管 為什麼要當柯家的大總管 保潔你知道 我們目前為止查出來的 他們家人擁有的帳戶 保潔我問你 有幾個銀行帳戶 我不知道 我們一般人大概三個五個 我好像是兩個還是三個 對一般人都兩個三個 全家兩個夫妻加起來 大概五個六個跑不掉 他們家你看零零種種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 八個九個十個 十一個十二個三個十四個 還有這個子女的帳戶都在他管 所以家人的帳戶有可能搞不好二十個帳戶 這麼多 你當然準備需要管 你要這個錢匯到那個錢 那個錢匯到那個錢 這個你沒有專門管 你哪有辦法負責 所以當然是這樣 你看這麼多的錢 然後你還要怎麼 還要去 偶爾還要走到保管箱裡面去 還要看豪宅 然後還有ATM理財 然後有時候還零貴 然後有時候還幹嘛 所以他真的很忙 所以我才說我看了 還有這麼多的帳戶 對我看了這麼多我都覺得哇 你真的是洋洋傻傻 難怪你真的是 這麼的忙 這麼的這個狀況 好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這一次來說 我們講為什麼他一定要選舉 因為選舉就是一個最好的發財之路 你看他很多不明的現金進來 你看我有很多地方 我們幫他算 這次的政治現金4億 總統補助款1億 正常補助6.5億 目前帳上4千萬 眾望有2600多萬 還有新故鄉 所以你看這麼多算起來的話 你看未來的陳佩琪或是柯家 多有錢啊 算算算 這個吳董曾經說 他們搞不好未來10億 我覺得真的未來會有10億 對 你算算算就這麼多耶 你真的真的就這麼多耶 而且我補充一下 就是你現在講說 木口現在這個帳上是4千萬 對 可是不對是因為木口 剛成立的時候不是賣小物嗎 是 賣小物的時候不到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說賣了7千萬 是 你當時不是賣了7千萬 為什麼最後只剩下4千萬 對 代表木口已經有很多的錢 進進出出了 而且木口多少錢 最後的收益是什麼 那是你講的 你要看 那我們看你最終的損益是什麼 你要那個才是正確 搞不好木口還有很多錢啊 所以就到事實上你看 算了這麼多 難怪他要9月退休 因為這麼多的錢 我也要管 然後我在這麼多的帳戶裡面 要來來去去 來去去來說 陳佩琪真的未來會很忙 如果這次都沒有爆發的時候 你看他管的資金管的帳戶 然後資金錢就是複雜 然後有牽扯到黃金 然後還有T 假設還有債券 然後假設還有這個房地產 哇 這麼多量理財的話 你就知道說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忙碌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現在其實最好奇是誰 最好奇是他的子女的帳戶 對 我們看到這次透過ATM 是把錢存在哪裡 存在子女的帳戶裡面 當時就要看豪宅 他就看豪宅 剛剛講的豪宅都是上億元起跳 你沒有那個錢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賣 那個錢他是說什麼 奇怪了你可以講 按照的柯文哲講 我跟我陳佩琪兩個人都是醫生 我們當然可以買得起上億豪宅 可是他講說是幫誰賣 是幫小孩買 對 為什麼幫小孩買 我直覺認為 是 那個錢是從小孩帳戶出的 有可能 因為他們把錢匯到小孩的帳戶裡面 小孩帳戶會說他依法他可以不申報 不申報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他們的金額 有多少一個狀況 所以來跟你講 他們家裡面的錢如果按照你這樣去盤點來說 以前的錢就很多 未來的錢會更多 我們就講 未來更多 選舉款項全部都進來 未來的錢會更多 所以才說他們家真的現金會非常多很多 好小白 剛剛講民眾黨一天到晚告 可是有一個東西我一直在說 你說有一次一桌 每個人給一百萬 十個人給了一千萬 後來又找了一桌 又找了兩桌 一樣的模式 一個人一百萬 二十個人就是兩千萬 總共三千萬 對 你講的這個所謂的言之糟糟 你講的非常具體 可是民眾黨都沒有找你 如果照你講 你的三千萬 武董的一千萬 就四千萬 再加上那個所謂的一千五百 就五千五百萬了 他沒有辦法告我 我人歷史事務都交代 而且捐錢的一個捐五十萬的金主 然後這個捐一百萬的在國賓飯店 那都是我朋友 怎麼告我 他們還給我 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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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怎麼拿 舉例說國賓那一場 對不對 一個人說一百萬 那二十三個位置做了二十一個 加上科問者 二十個企業組 是那個 怎麼樣 是那個召集人 對不對 他錢放進去 每個一百萬都放到一個 一個袋子 他就帶走 是這樣子搞的 現金是這樣弄的 是啊 對 我們去吃飯 那旁邊還有一個捐款 這樣一個空袋子 一包一包就掉 然後就直接把一百萬 丟到袋子裡面 對 一個大袋子 丟給他 那就帶走 就現金就這樣 現金都是這樣收的 都這樣收的 我看今天有個重大的發展 剛剛你開始說 你三個小孩的帳戶 對 這個才是重點 對 我也覺得那三個小孩的帳戶 對 我跟你講 為什麼 陳美琦都把錢 都把錢留到那個地方 ATN留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要買豪宅 你買豪宅就代表 這個帳戶 是出得起上億元的 對 我跟你講 因為在幾天前 幾天前 我的生火龍報給我聽 你有生火龍 有生火龍 然後在陳佩琦的 他的第一銀行的分行 是東門分行 那可是呢 可能他兒子是信義分行 就大安申請公務員 正對面那邊 然後幹嘛呢 幾天前 陳佩琦帶他兒子阿瑤去那邊 今天阿瑤 為什麼要帶阿瑤 因為阿瑤的帳戶 媽媽是不可以代理 對不對 阿瑤自己去 要成人了 成人他快30歲了 去那邊 就簡單講 我大膽的推測 在第一銀行的信義分行 阿瑤有沒有帳戶 然後我認為很可能有 你們有多少錢 我不知道檢查有沒有查 因為阿瑤 他房子買給 我想買給阿瑤一個小宅 阿瑤可能自己就很有錢 那錢是那個阿伯 轉給他兒子的 所以這三個帳戶也是非常重要 好 那很巧不巧 那聖喉嚨 報給我幾天前 報出來以後 那隔一兩天怎麼樣 怎麼樣 檢調去搜索 搜索金庫 搜索保險箱了 對啊 因為他有飛狗 對 連陣署 我的聖喉嚨 他們比聖喉嚨厲害 為什麼 爆料給我知道 這三四天前 那隔一兩天就去了 兩天前就去了 去搜索 搜索出來的東西 應該這樣說 他們這樣 所以說陳佩琦所有的一舉一鬥 都早就被盯上了 他到陶珠影員到哪裡 都是飛狗隊都有照片 好不好 連陣署的飛狗隊 所以說去年9月30號 柯文哲單獨進到陶珠影員 我們直接講 陶珠影員是全台灣最隱密的地方 你根本不用進去 你也不用下車 你就直接進到那個門口 連這樣人家都知道你來了 他就車號 他在下面看 也不用去看那個什麼監視器 那還要跟市政府要警察局 直接飛狗隊清清楚楚 尤其年輕人都很幹練 我講重點是 他那麼多錢 他有多少現金我無法想像 真的假的 當然 你看我隨便加一加 他是沒買到是沒買到對不對 可是重點你看 他那個4300萬 第一筆錢 小宅算5000萬好不好 我算便宜一點 1.2億的那個什麼 遠利群一 那還可以 還講那個 原本也講1.8億 多少錢啊 5.6億也加起來 他有多少現金敢去看5.6億的房子 如果慢一點弄的話 搞不好他已經買了好幾戶了 所以我完全無法想像 他到底有多少錢 錢多得真的無可計數的 好 對了 看今天提訓了柯文哲 可是你看他出來氣定神仙 剛剛講的完全不在乎 剛剛還有留上一抹微笑 現在他們就講 你們查啊 有什麼好查的 最多就是圖利啊 然後呢你們金流 金流根本查不到 進去的時候還一抹微笑 出來的時候 當媒體記者問他 1500怎麼回事 馬上臉整個垮下來 你說他進去跟出來的表情不一樣 不一樣 事實上呢 剛剛寶傑去問到 去講到兩個保管箱 對不對 陳佩琪昨天在接受特定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特別講到 兩個保管箱裡面呢 其實就是 爸爸媽媽在他這個結婚的時候的 嫁妝 就黃金嘛 然後另外婆婆給他的預期嘛 對 然後後來被找出來各50萬的現金嘛 大家如果有結婚 如果按照陳佩琪結婚是30 大概是30年左右嘛 那麼你知道現在 就在今天我去查了台銀啊 今天一兩黃金 你知道是多少錢嗎 多少錢 10萬 今天民眾黨不是說 為什麼沒申報 因為要20萬才申報 對不對 請問一下 那麼在我們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因為台灣人在結婚的時候 尤其他們的環境還不錯嘛 所以在結婚的時候呢 要買給女兒什麼 金戒指 金項鍊 金手鐲 還有可能其他的 還有更多的 請問一個項鍊一個手鐲 沒有兩兩嗎 兩兩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過20萬了 那麼除非裡面是 這麼小這麼小 那個金鎖片不值錢 那個金鎖片 那另外當別論 但是這些黃金一件 等等都沒有兩兩以上的嗎 兩兩就要申報啦 我跟你講坦白的 今天如果一個鑽戒 那個姑且不論 單單兩兩就要申報 我不相信裡面一個兩兩都沒有 我覺得不相信 因為陳佩琦他們家的這個 價值不領還不錯嘛 那麼除此之外呢 現金一百萬就要申報 兩個加起來各五十萬 不是一百萬嗎 請問這一百萬有沒有申報 一百萬有沒有申報 沒有有沒有申報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不申報呢 你既然都要申報了 為什麼不申報呢 好 陳佩琦2016年 你連芳琦都要抗議 他幾千萬珠寶都要申報 你是不是登多大 2016年7月的時候 不是存入410萬 說是父親的這個遺產嘛 對不對 我記得沒有意外的話 他們夫妻在申報這個財產的時候呢 那麼陳佩琦已經申報在澎湖的房地產 有沒有 也是爸爸的遺產嘛 我相信佩琦 所以佩琦能不能拿出當時 你的申報遺產的時候 是不是包括這410萬 你有 你有相關去申報這個遺產的過程嗎 我也幫我母親辦過這個 等於說這個遺產的什麼什麼 那首先很麻煩啊 但是我們的額度就1200萬 你410萬有沒有申報遺產 除此之外 母親2017年到2014年 535萬 老人年金 好 一年244萬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申報證語 我問就好了嘛 有沒有申報證語嘛 有沒有嘛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自己承認這些錢 全部提領出來 他那時候 他昨天不是講說 我覺得很奇怪耶 這如果是六年 然後六十幾次 一年十次 這樣很怪異嗎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周刊明明寫著 2020年的3月10號到4月14號 一個多月 你就密集的去存了157萬3千塊嘛 然後在2023年的10月到5月 40幾次去存了462萬6千塊 你不是 你不是說我一年去存個10次 每個月存一式 不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瑞德你的意思是說 昨天陳北極花這麼多的時間 去所謂的去解釋619萬 是619萬 是現在浮上檯面的金流 那個才是錢 那個錢 是現在客家刷佐的金流 最重要的要害 他說他的薪水500多萬 他說他老公的薪水171萬 我可以理解 不過只是不太理解是 那為什麼要領出來了以後 然後還是放到這個孩子們的 等於說相關的帳戶嘛 總共他們昨天承認 陳北極承認1628萬對不對 你知道三個孩子都成年了 不用報相關的 不用報相關的這個財產嘛 但是呢 我們大家很好奇是 你三個孩子到底帳戶上面 有多少錢 你們三個孩子帳戶裡面 有多少錢 這些多少錢 這些三個孩子的帳戶裡面 有多少錢是你們夫妻這個地方 流進去的 Rate你想說 現在檢調有可能去查查 孩子的帳戶 我告訴你 檢調應該已經掌握了 掌握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呢一定 他要查他們家的金流 絕對不會只查柯文哲嘛 那柯文哲的帳戶 讓我們帳二金剛摸不著頭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有那麼多帳戶了 你還要另外去開帳戶 各位 我最近去開過一支帳戶 我開得快要發瘋 為什麼 雙證件就算了 你要弄一個新的帳戶 新的戶頭幹嘛 要差不多拜個多小時耶 柯文哲何許人也 事實上最沒耐性的人 他還要特別去開了好幾個帳戶 然後呢 讓錢都匯到那個地方去 連木可的450萬 進入你帳戶 你還不知道 450塊進的5帳戶 我都會知道 那你就知道 他們家的錢多到 連柯文哲自己都不知道 各位不要忘記喔 他們家所有親友的 相關的金流帳 這些所謂的銀行存檢 我相信 我相信 檢調聯單位都有掌握 除此之外 更不要忘記 當然啊 因為要全部掌握 才知道你們的錢 可能留到什麼地方啊 還有 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 還是要再搜索一下呢 雨萱 剛剛講 今天我們看到陳菲奇 突然大動作 在今天下午主動打電話 你要不要轉訪 我有一些事情要說明 結果有媒體就去了 媒體去了 有人講啊 他解釋清楚了 他解釋了 這619萬 解釋了4300萬 他已經把他們的賬戶 公諸於眾了 寶拉哥 是反必有壓 為什麼 因為陳佩琴明明知道說 自己現在很有可能正能轉被告 一般來講 在這個時刻會選擇什麼 安慶 低調再低調 我覺得不要講任何話 因為我講任何話 很有可能都會變成 檢調逮到我小便子的陳塘證控 柯文哲那時候講說 我跟你講我進華城 三四月才知道 我這個840%龍機率就變成鐵證 法院直接把你列入了 但這時候陳佩琴去做了 非常反常的事情 就是說主動聯絡媒體 主動 對而且呢一般來講 你論論媒體你知道怎麼聯絡嗎 我應該直接大明大方的開一場記者會 對不對 陳佩琴不是 他只挑了特定他自己指定的媒體 而且到了指定媒體的時候呢 開始說我要解釋案情 但寶玑哥今天早上才發生一件 非常特殊震撼大的事情 你知道什麼嗎 早上反正什麼事了 保險箱被查了 保險箱 對那大家想說 所以是因為保險箱被查 裡面有什麼陳佩琴 他說沒有要保險箱 其實不是 最重要的是 先前這個保險箱到陳佩琴交代 ATM那時候媒體所揭露的訊息 ATM是會到誰的帳戶裡面去 小孩 他的子女也就是 123克富瑤 以及另外兩個克文哲的女兒 但為什麼今天陳佩琴願意要跳出來 因為理由很簡單 檢調已經講了 下一步就會燒到你的兒女 因為如果你有把不法的犯罪所得 或貪污或賄賂所得 會到你的子女帳戶 而你子女也知情 也把帳戶提供給你用 保險箱這叫什麼罪 洗錢 洗錢罪 所以很有可能包括你的子女 通通都會變成洗錢罪的被告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陳佩琴是不是需要跳出來 當然需要 而且你說今天保險箱居然被查獲 那是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情 你知道每個保險箱 照理講那都是我的天大機密 而且任何的銀行 在接受客戶的保險箱的時候 他也有絕對保密的一個責任 如果說我今天接受你的保險箱 結果今天檢調出來以後 我馬上就把你購出來 誰還敢去這個銀行 代表 今天對陳佩琴來講 有兩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第一個是 我的絕對機密 絕對絕對絕對絕絕機密 的保險箱 居然檢調都知道了 還有中間放的50萬元 現在也跟他的小孩勾連起來了 對為什麼 因為陳佩琴的想法很奇怪 他說為什麼我查到的保險箱 在定義裡面我要放50萬 各位他不是放一筆 他是兩個保險箱 我各放50萬 他交代理由是說 因為柯文哲當市長啊 他工作很不穩定啊 很有可能會有什麼事情啊 所以我必須要給這個小孩子 我們想留一個這個 我們講的安生的 我們講的如果動盪發生一些狀況的話 要給他們應急用的 應急用的 以備不實之需 不是啊 台北市長會發生什麼狀況啊 我真的不知道 是講錯話被雷公打嗎 怎麼會說 你要把這50萬給小孩 台北市長每天的薪水是什麼 固定的 每個月匯款是什麼 就是固定的啊 薪水之穩定 沒有人比公務員還穩定 台北市長還是公務員的頂競崩 直下市 所以我完全聽不懂他這個話 再來第二件事情 保田剛才講了一個重點 你知道是什麼嗎 保險箱裡面 所存放的任何的物品 錢 甚至我就開保險箱 請問一下 銀行這些資料會不會公開 不會 完全不會 各位你就算今天 你去貸款對不對 貸款是不是要連增 很麻煩會掉你的信用 不好意思 也掉不到保險箱 所以這個真的是如同保險箱跟你講的 就是絕對幾米 只要進去了就不會出來 對 但今天當檢調 我跟你講他是領著陳佩琦去的 對 我抓著陳佩琦 而且我覺得恐怖在哪裡 不是一個保險箱 我覺得要知道一個保險箱 那已經是非常困難的 你居然知道兩個保險箱 他知道你有幾個保險箱 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今天檢調帶了他 就去 然後把這個保險箱開 而且甚至是連裡面什麼 可能有什麼都已經找到 甚至連什麼 親友 他講的說親友的保險箱 我們也要查 代表整個蛛絲馬金 你所有部下的天羅地網 包括你所做的一舉動 都在我的掌握之內 可以我們看到今天 他也把他的帳策攤開了 帳策攤開講的 你說我們家怎麼有什麼 700萬 170萬 包括有很多的錢 我就是有這麼多錢 我在這幾年的期間裡面 我媽媽的這個 所謂的老人年紀的帳戶 我自己的這個存戶 我都已經提了 我都提了五六百萬 我本來就有這麼多現金啊 瓜哥這個 我們分幾個城市 第一個陳佩琪講說 我大概零零種種 總共提了1628萬 這幾年的時間提了1628萬 有五大筆金流 對 然後他開始解釋說 其中有什麼 有我的老年年金 有我的過去的遺產 那分別這些提了 我們講的存入了410萬 對不對 那後來我總共全部 各位 他說我把我媽媽的錢 全部都量出來535萬 第二個部分他在講自己的薪資所得 大概528萬 然後第三個部分他講說 柯文哲競選台北市場期間呢 那時候選出補出款1700萬嘛 結果呢扣掉了我們講 當時的房貸的錢呢 結餘有230萬 最後他講說柯文哲的存款呢 有171萬 他把所有的帳面上 包括我們講的 他之前講過的演講費啊 車馬費啊 總共60萬 他說這樣都起來1628萬 你仔細注意到一個大問題 檢調說的不明金流請問下是什麼 就是我你你所謂的稿費 有沒有計算在裡面 有 你問問為什麼 這是合法所得 這都查得到的 那你所謂的薪資所得 有沒有在裡面 你所謂的柯文哲的所得 有沒有在裡面 台北市場這個合法的 有沒有在裡面 包括你講的這個有沒有在裡面 所以代表檢調講的是什麼 我把你這些所有 都在裡面的東西 扣掉了 我都已經扣掉了 但是你平崩不顧還是存了 我們講619萬 莫名其妙存進去 我才會覺得有問題嗎 但陳佩琦跟你講的是什麼 我有提了非常多線 我有存了非常多線 所以我本來就非常多線 所以絕對沒有問題 寶貝哥請問這兩件事情是什麼 不兩瘋馬牛不相及 對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非常困難是在 如果今天說他有要照顧他老媽媽 他有照顧他老媽媽 他包括他的媽媽的老人年金部分 老人年金部分 從2017年到2024年 提了535萬 你媽媽的老人年金 你提了以後你都不花 不花了以後就變成現金 現金了以後才 半夜跑到AT月之前 把他存到另外一個戶頭 寶貝哥這個不好啦 你知道為什麼 來各位 你不要被這個我們講 表面上呼嚨囉 你仔細想想那個場景 陳佩琦呢 我們講他父親過世了嘛 仔細他的母親 那母親呢 還有一些老年年輕 結果陳佩琦這個不好路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嗎 他把媽媽的錢 全部領光了 他保護535萬 他不花錢了嗎 我不知道 他就是把所有媽媽的錢 都領出來啦 各位你說這件事情怪不怪 再來陳佩琦 敘述的場景更怪 他說我之所以會存619萬 是因為我有這些錢對不對 但他的形容是這樣 他說我就拿這一張提款卡 兩張提款卡 一張是幹嘛 我就插進去 把我媽媽的錢全部都提出來 然後呢 提出來之後 我再把另外一張卡 比如說我的兒子 比如說我的帳戶錢插進去 然後把錢存進去 寶貝哥 請問一下有個大問題 你知道什麼嗎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轉帳就好 對啊 他說欸 可是銀行那邊 他們都認得我啦 我是這個市長夫人 他半夜區的時候拿兩張卡 一張存 一張提一張再存進去 對一張提一張 他時間這麼多 對而且他還分好幾筆喔 因為帳目我都看過了嘛 比如說3萬 然後就提啊提啊提啊 他是不是很奇怪喔 因為提款他其實上限沒那麼多 而且我覺得第二個 你剛剛講到的 他的這個所謂的薪資更妙了 他自己講說我在工作有薪資名系 薪資名系裡面 我的存款是507萬 這個提款好像我都提出來 不對啊 他每個月只提3萬 你每個月提3萬 跟你的507萬根本對不上喔 對來各位你仔細看喔 他說我過去的存款有507萬 但是呢 我把我所謂的薪資呢 在帳目上小數字這個不用管他 他說但是他提用多少錢 他把528萬領出來 所以本來哥你看喔 他把媽媽的530萬領出來就算了 他又把自己的錢 全部528萬領出來 所以本來哥我就問一個問題 所以你到底提這麼多錢要幹嘛 對 他也沒跟你講 他也沒跟你講說 各位最重要的來囉 好你跟我解釋這些 我都沒意見 但你要一進一出嘛 你跟我講說那你把錢怎麼樣 619萬 存到你的小孩子的帳戶裡面去 因為你知道這個時間點很怪喔 第一個時間點是2020年的3月10號 也就是便當會那時候 前前後後他存了多少錢 存了150萬左右進去 結果後面呢 到了2023年4 5月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他存了多少錢進去嗎 他存了將近快要四五百萬進去 那你沒有辦法解釋說 你怎麼突如其然間 在短短的半年之內 存了四五百萬進去 而且保德哥你知道巧合的是什麼嗎 巧合的是什麼 2023年5月 剛好是柯文哲競選總統專戶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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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存進去的時候 所以這個更加起人一鬥嘛 因為你到現在為止根本沒有解釋 而且問到最關鍵說 你把619萬存到你子女上樓的時候 你知道陳佩琪怎麼樣嗎 陳佩琪怎麼樣 陳佩琪沒怎麼樣 反而是陳戰怎樣 陳戰怎麼樣 要跟他打一個手勢 打手勢 在眼睛附近打手勢 然後你知道陳佩琪怎麼了嗎 幹嘛 哭了 然後沒回答 從頭到尾沒回答說 到底怎麼存進去 然後就瞎亂弄 人家跟鬥就出來了 我忘記了啦 我不清楚啊 我子女好像這樣子 但是你要跟我講區間啊 我不清楚啊 反正他就是沒講 所以孟琪哥真正的貓力在這邊 而且剛才講的 如果你對整個事情沒有非常的清楚 你對619萬怎麼進怎麼說 你搞不清楚 你今天真的會被呼嚨了 因為談到619萬說 這邊存600多嗎 你要告訴我從哪一年到哪年呢 總共有6年啊 6年的話600多萬 一年就100多萬啊 一年100多萬 我的話呢 我一年分10次存 一個月存一兩次 那會很奇怪嗎 問題不在這裡 600多萬 第一個根本沒有6年 第二個 你根本不是平均 你現在把它平均 我6年平均 一年100% 不是 你是前面有一個時間 後面有一個時間 前面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多了一個月 什麼樣 是100多萬 後面的一個月多月的時間 是400多萬 陳貝吉得到了柯文哲的精髓 就是說他從開頭第一句的假設問題 就錯了 你後面全部都錯了 剛剛講到1600多萬對不對 根本跟檢調講說 浮空存進的619萬完全沒有相關 他今天跟你講說我總共存了6年對不對 錯了各位 我再講一次 他是在2020年的3月那邊 很靠近的日子 存了150萬進去 後面呢 到了2023年 短短半年期間存了500萬 各位 半年存了500萬 所以總共加起來時間 他根本不到一年 根本不是他講6年 但他就跟你講6年 所以你如果跟著陳貝吉的邏輯走 你會發現自己 你會看著他在那邊哭 遇到子女為什麼要存自己的照片 就哭 哭給你看 然後就不回答 然後問他講說 到底為什麼存進去的時候 跟他講說有6年 所以他根本從頭到尾 這兩期什麼目的在幹嘛 就是混要是聽 而中間就關鍵的四個字 護子心切 就是拜託不要來吵我兒子 拜託我兒子跟女兒都沒事 其他的我父母來扛 不過今天有一個東西 他到底顯示清楚 就是那4300萬買商辦 可是他這個商辦的名稱很有趣 他這個商辦名稱叫什麼 板南捷運管理辦公室 他買這個辦公室 有一個專案名稱叫做 板南捷運管理辦公室 然後呢 他從三個地方給的錢 是從什麼 合作金庫 易營跟富邦台北銀行 保利哥今天陳佩奇 所公布的這個東西 證明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們真的在坑殺小草 為什麼拿著小草 投票給他們 得到的選舉補助款 結果分三個帳戶 竟然還真的給他買下去了 他有道歉喔 他說我們思慮不周啦 我們後續呢 看再怎麼樣給黨部 你知道記者很聰明喔 追問說 所以你要怎麼樣嗎 是信託嗎 還是你要怎麼樣把他交給黨部 他說 我還不清楚啦 我最近事情很多 所以他也不跟你講說 到底有沒有要還給民眾黨中央 搞不好還是持續放在這邊 再來我們講的這個專戶 跟所謂科文者陳述的 到底是不是要給立法院黨團做為實用 還是他第一時間講的 個人辦公室實用 也沒講清楚 但今天終於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陳佩奇真的是第一女車手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說 他所有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買這間辦公室 他說誰叫他幹的 他說是科文者叫他幹的 所以不管是看豪宅 看辦公室 甚至看小宅 他先講的晚風徐徐 恐怕背後真正的主持者 都是科文者 快點 今天陳佩奇 我開大門走大路 我把帳戶弄出來了 你們還不相信我嗎 但是我覺得很多個關鍵問題 他都沒有回答 比如說大家心裡想說 你怎麼會密集的存入400多萬元 那400多萬元是什麼時候存的 是2023年 但是他剛解釋 他存入他母親哪什麼東西的 2016年 你怎麼會把2016年存東西 來解釋2023年存的東西 這兩個時間你也差了多久啊 所以我跟你講我覺得現在他所有解釋 你聽說我今天從我媽媽的老人年輕的戶頭裡面 提存出來的錢是在2016年 但是我存進去的錢是在2022年 對 我們現在你所有賺的錢我們不管 我們現在只針對兩個比較奇怪 第一個奇怪就是說 為什麼在審慶金他的論功行場期 或者是說他的市便當會的期 你們會有兩筆巨額金錢存入 2020年的3月 以及2023年的4 5月 2023年4月 45月 對 結果後來你現在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講 沒有 他去扯什麼 他說我媽媽存入了410萬 年齡那個全體加起來是535萬 結果這535萬的時間是幾年 2016年 欸 我跟你說問2023年的事情 你跟我說四五百二千的事情 是要做什麼 所以你得把明朝的劍來殺清朝的官 對 非常莫名其妙 第二件事情我也不理解 他說因為我要給我小孩子一些錢 所以我就是你知道我要他們密碼 他講很有趣喔 他說如果我要給我小孩子錢 我要拿我自己的存責 我要拿我小孩的存責 我要拿我自己的密碼 我要拿我小孩的密碼 那因為太麻煩太複雜 而且我不想被人家看到 所以我就拿了兩張提款卡 我提我的存他的 你有什麼問題啊 你不能用匯的嗎 現在匯款 你把你的小孩變成你約定帳戶 對 你要匯50萬匯100萬匯多少錢 都可以 那你那邊提來提去去來提去 我跟你講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提來提去 半夜跑到了AT院 然後聽到那個叭叭叭的聲音 然後叫唇拿出來很高興 放進去更高興 就晚上睡不著覺 欸 我聽到什麼我會睡著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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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然後聽一遍還不過也還要聽兩遍 怎麼可能嘛 所以這反而都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我有一些朋友 假設他們自己 譬如說有一個收租的帳戶 然後要有一個自己常用的帳戶 他要確定這個房客 是不是每個月交租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帳戶 是別人會固定會錢進來的 那他就會每個月就看來說 有沒有進來有沒有進來 他再把這個帳戶給清空 存到自己常用的帳戶 好 假設成如他講的 這個提出來這個存進去 是不是他有一個帳戶 專門會有人不定時的把錢存進去 所以他從這個帳戶裡面 把它提出來 再存到自己常用的帳戶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避免人家注意 多那個就是大筆的金額這樣進出 不然人家會問啊 為什麼突然之間 你這裡會有一個大筆金額 不是你公司的匯款 不是你投資所得 不是你做生意來的 那怎麼會有這樣子一個相關的情況 所以總而言之 陳佩吉德今天解釋了很多 但解釋了很多裡面 感覺上又好像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對外這三萬元 我就問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既然照你這樣講 你4300萬元 是用選舉補助款去買的 你自己本身現在的存款 1600多萬元 不好意思喔 那個你所公佈的相關的資料裡面 你那個存款裡面是2500萬 為什麼你現在只剩下1600多萬 嘿再來 那你憑什麼底氣 去蓋2.7億的豪宅 你有什麼底氣 去蓋1.2億的豪宅 你去蓋2.7億的豪宅 跟1.2億的豪宅 是7月的事 你什麼時候去買房子 是5月10號買的 換句話說 你用7000多萬 裡面的4300萬 去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你自己身上也剩1-2000萬 你7月還有那個底氣 去蓋2億7的房子 去蓋1.2億的房子 然後你告訴我沒有問題 你什麼都沒有 誰醜上只有2-3000萬 會去蓋1-2億的房子 2-3億的房子 所以我覺得陳貝琦 反而有更多的疑點 沒有解釋清楚 還有他不是說嗎 我就是有兩個保險 對啦裡面有一些珠寶 對啊 而且我的先生工作不穩定啦 我要給小孩不持秩序啦 放一點小錢 小錢多少 五十分 我跟你講 除了小錢五十分 非常驚人之外 欸 為什麼是兩個帳戶 為什麼是兩個保險箱 還有三個小孩 所以他的兒子在國外那個部分 是額外處理嗎 他這個所謂的五十萬兩個保險箱 是給兩個女兒嗎 那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他還有其他保險箱 是目前為止沒有被找到 或者是在國外的 所以我覺得還有其實說也很誇張 台北市長你還會工作不穩定 那我們誰工作穩定 他現在所謂的說法只能說 可能檢調已經一步一步 查到他的一個最重要的關切點 現在人家有外傳 他的這個保險庫裡面 可能有找到所謂的冷錢包 那是不是因為有這個冷錢包 他必須出來把這些東西先承認 先講清楚 但是回避了最主要的問題 冷錢包這件事到底有沒有 不用 你說今天陳佩琪 他要特別找了媒體來做 我說明 你說因為真正關鍵出來了 這個保險箱被刀到 是真的那麼嚴重嗎 不是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陳佩琪今天為什麼要叫記者來說 為什麼 他不是講的是今天上午 發生一個大事情嗎 對啊 因為真調查官去拿了搜索票 去叫他開了保管箱對不對 對 那好 那些主題在保管箱嘛 對 就要今天拿了一大堆存折 給大家解釋 那跟保管箱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對啊 他要解釋他的金流的事情 應該在上一次的地方法院 說他有不明財產的時候 對 他就要解釋金流啊 那是9月5號的事情 對 現在過了幾個禮拜了 他突然現在解釋金流幹嘛 然後 所以今天的目的 應該要解釋保管箱是什麼東西嘛 對 保管箱是什麼被查到 我們不要管他了 我現在請問你 保管箱拿了搜索票去搜索對不對 對 搜索完了之後 他現在故意講 你沒有什麼都把他講 對 有運氣了 我告訴你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有一個叫查扣清單 因為中察官 調查官你把查扣出來了嘛 對 那你只要把查扣清單 拿來給記者看就好了嘛 你要講保管箱就講清楚啊 所以他沒有告訴大家 保管箱查什麼東西 他講那個鬼扯蛋告訴你 所以保管箱裡面真的很重要嗎 當然是有重要的東西啊 保管箱很重要 如果你是調查官 你要去跟檢方 要跟法院開搜索票的時候 要不要說懷疑要查什麼東西 要 當然是有一個標的物才會去的嘛 哪有那麼250 跑去亂翻家保管箱的 他講清楚說 我從柯文哲 從這些人的嘴巴裡面 我就調查出來 有一些有可能性的疑點在哪裡 有可能我這個搜索會有什麼結果嘛 那個票才開得出來啊 對 所以他有具體的搜索目標 去開這個保管箱嘛 所以他現在騙記者嘛 對 今天就碰到我是記者 我就問他一個人說 那你找他 保險箱 不是保 查扣清單 拿給我看嘛 什麼東西啊 查扣清單寶貝的東西在裡面啊 有可能如果今天沒有查到東西的話 他就大罵 大罵檢方了嘛 對齁 他把他先修理檢方一堆 你騷擾我嘛 搞了半天 真的像他講的兩個五十萬 預扣 什麼什麼 什麼 金釋 然後預器外 各有五十萬其他都沒有 是這樣子嗎 所以說以陳貝奇的個性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查到 只查到這個籃簪的東西 他早就開罵了 開金釋的會是罵人的嘛 對不對 開金釋的會 他是在cover他被逮到 他被搜索的東西 他不告訴你嘛 這第一個主要目的嘛 然後第二個 他剛剛講的最後一句話嘛 他說 他說 講到什麼 他說我個人的認知是 這些錢如果是不明來源或犯罪 詐騙所得才需要洗錢 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他講的是對的 可是法官怎麼認定 法官認為你有不明來源啊 法官認為你這個是洗錢啊 所以才收押了柯文哲 不是嗎 那你今天再講了半天 幫柯文哲那個 到底洗清了沒有 沒有 沒有啊 那為什麼要講這些錢幹什麼 很簡單啊 他兒子嘛 因為他用了他兒子的戶頭嘛 對 他把他兒子講個帳號的事情 他故意把他洗掉嘛 所以講了半天 整個記者會的目的 是掩蓋了今天 他怕擔心 對 擔心後續 關於再放消息出來 因為今天上午已經讓他嚇一跳了嘛 對 因為有傳媒已經丟東西出來了嘛 對 說今天被搜索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要針對那個搜索 提出一個對應 然後第二個 針對法院的 法院談的金流的問題 對 故意跟你鬼扯在一大堆 我要轉移交店 要跟你轉了一大堆 就是我兒子女兒沒有關係 對不對 其實真正的核心 我們要注意是什麼東西 被檢 被偵察官 拿了搜索票 扣了什麼東西去 那個才是真正要命的東西 從今天檢調單位丟的訊息 非常清楚是 我覺得陳佩琦早就被盯上了 也就是從五月開始 你看什麼 這個東市買郡馬西市買安街 他不是 他是東市買豪債 西市買商辦 什麼都買 可是你在東市買豪債 西市買商辦的時候 你所有的動作都已經被盯上了 甚至你去存ATM 剛剛講的錢 我想到都很開心 咚咚咚咚咚咚 我就多了10萬 真的很開心 這麼開心的時候 老大哥的眼睛已經盯上你了 而且今天更可怕的是 不是老大哥眼睛盯上你了 居然連柯文哲 一對一一個人 進到逃走影員5月30號 進到逃走影員都被掀開了 寶良哥現在你看到說陳佩幾個人 在ATM面前的鼠錢聽了跟月娥的聲音 很開心 我想另外一個人更開心 就是透過監視機 正在看著陳佩幾的檢調 也在那邊笑得很開心 盯上了 你以為是盧帶彎 我直接抓他 為什麼不會講 你仔細想想看 柯文哲這件事情 詭異在哪裡 首先他去到逃走影員 這個時間點是在2023年 他說指出說在9月30號 那個時候逮到 不好意思我問一下 9月30號這個時候 金華城請問一下 畢案爆發了嗎 還沒有啊 這為什麼檢調這個時候 就盯上了 各位這跟鄭文燦事件是一模一樣 什麼樣跟鄭文燦事件一樣 什麼樣跟鄭文燦事件一樣 就你現在看到柯文哲 跟陳敬青還在這附於廣抗 對不對 沒有 檢調早就已經佈下天羅地 而且請問一下是2023 2022 2021 2020 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 搞不好從金華城要動的那一刻 事實上就已經被滴上 因為在鄭文燦的寫書書裡面提到說 當當時就已經傳輸說 這個改建 等於說這個土地徵收有疑案 有疑案的時候 檢調就已經掛線了 檢調就開始追查了 如果說他會這樣子去對付鄭文燦 他怎麼可能不這樣去對付柯文哲 而且如果今天桃園的土地變更 那問題這麼大 那金華城不是更大 你說 金華城早就在老大哥的眼皮底下了 老大哥這叫養案 鄭文燦這個案件 從2017年 我還快還記起了 他連在市政府裡面 所講的每一個字 每一句話 全部通通都被錄起來 每一通電話都錄了 那這個養四年有什麼大不了 我要養到我可以砍的時間點 我才可以砍嘛 鄭文燦那個時候有保護傘 現在柯文哲搞不好那時候有保護傘 我就等到2024年 我現在賴清德上任之後 因為火跟會 請問一下金華城這個案件 動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5月 5月是誰上任 賴清德 鄭明簽上任 所以給一個時間 我先整備軍馬 開始 接下來 我馬上馬被你動出 來 各位仔細看 柯文哲在8月29號的時候記者會 2024年的時候跟我們講說 沒有啦 我只去過逃出演員一次 跟神慶慶唱歌啦 對啦 他財團 財團也是市民 有什麼大不了 他也是市民 對不對 結果檢調就來等你講這句話 你一講完之後 沒問題 我馬上相關的證據傳 先丟一個 9月30號 獨自前往逃出演員 保陵哥這個東西有一個貓膩 為什麼他要特別寫獨自 代表你可不可以去其他字嗎 只是其他字是跟大家一起去唱歌 可是可能是遊玩嘛 因為只有獨自這個東西 行進才可疑嘛 而且他不只是掌握 他跟你講我怎麼掌握 來 代表沈慶慶,剛才記不記得 慧珍講過一句話 他說連拿他五百塊一千塊 他都要給你簽名 所有事情他我的紀錄都沒刪掉 再第二個 連監視器畫面都盯到 所以代表時間地點我都調到了 我看到監視器影像的時候 我毛骨悚然 我為什麼毛骨悚然 這個在2023年 也就去年的9月30號 一般來講 你的大楼的监视器 保存多久 最多两个月 最多两个月 你通常就要洗掉了 你等于说 在去年的11月30号 选举总统大选 还在进行的时候 你就已经跑到逃注影员 把监视器的影像 给拿下来了 所以宝贞哥等于是 我跟你讲 到时候检查公布 那个资料 讲那个档案 就柯文哲每次进去 逃注影院那个截图 那个画面 我讲你会吓死 搞不好满满的整个 我们讲USB都撞不下 你柯文哲的USB都撞不下 再看一下 是访客记录 监视器的影像 手机定位都有 对而且手机定位各位 所以你懂的意思吗 代表从2020年 柯文哲开始碰 特别是他在 印小贵那个便当位开始 你觉得检查没有定上吗 手机定位就有了 早就定上了 不然你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拿到 这个监视器画面啦 如果保利哥 你讲到那个美感 早就洗掉了 他搞不好有分门别人 2020年去唱歌的柯文哲 2021年的 去乔世锦的柯文哲 2023年 最后面的 打完收工的柯文哲 12345678 全部这些画面 都在剪掉手里面 而且我刚才讲 那两个月还是多的 一般来讲一个月就多了 所以你就是要剪掉干嘛 庄夯 我就放长线 吊大鱼 你这个顺藤摸跨 你陈艾王 那里去哪里去 我就知道 让你柯文哲看 你要演什么 线什么 因为如果各位你想想看 这些底气他都有的话 那他一定确认过一件事情 柯文哲 有没有在草宿里面交款 有没有在那边拿现金 我跟会保证肯定没有 不然剪掉的 就不会从现在的方法去做 因为理由很简单 如果柯文哲去拿现金 我跟你讲 一咖行李箱大咖 大概就两千万 两千万打到败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讲到光那一千五里 如果柯文哲进去里面空手 他出来多一个 哎呃 心理箱好重哦 害您都亲自拿嘛 柯文哲全部给人家碰了嘛 那哪有可能剪掉 还不去搭他 绝对人账去货啊 所以代表只有一件事情 剪掉知道你去那边干嘛 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去那边 而且他现在请了所谓的 虚拟货币专家 很显然 他知道你的交付方式可能跟一般想像传统的 现金大不相同 所以你看哦 柯文哲在隔天之后 马上2023年 去美国了 去美国 但去美国保际哥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 他这个美国的行程在西部 跟别人都不一样 哎呃 科技产业之余 听起来超奇怪 我跟两个我记忆犹新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讨论柯文哲 我就说 怪了 这是国内蓝白鹅吵的不可开架 突然跑到美国去了 对 然后说什么 看科技业看产业界 对 我想说你所以 哦 咱不得你去看区块链 他就是去看区块链 你就去看区块链了嘛 对不对 而且很巧的是 手机刚好也不见 哎各位 手机是至关重要的 铁证跟证据哦 我都怀疑你 柯文哲的手机真的不见了吗 所以各位 你现在想想看 这全部串联起来 第一 柯文哲逃不过检掉的天罗密布 他的天罗地网 第二 到底柯文哲在那段期间 做什么 非常奇人一动 所以哎 早就被盯上 我觉得这个 真的太可怕了 博文哲我不要讲这个好不好 我们讲到陈佩琪就好 你想想看哦 如果说2020年就盯上的话 你看看豪宅 都对1.2亿 请问一下检掉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全程清理处处 搞不好就检掉放出来了嘛 就是你陈佩琪看过什么东西 我想 检掉一清二楚来 你整个行踪都把你 而且再买商办4300万 我醒悟下 这个金流到现在查出来了没 陈佩琪说 我有银行对账记录啊 是选举不住款的 我要的话可以秀存给大家款啊 请问一下他秀出来了吗 没有 我讲很简单哦 就2500万 2500万 2300万 三个账户嘛 你分别提出来的钱 或者是你转账的钱 加起来4300 我讲打完收工 直接把我们脸 叭叭叭答案 到现在还没讲 但我跟你讲 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 检掉这部分 搞不好就查完了 当时要包括他治疗公司 到ATM存钱 搞不好连陈佩琪在那边 哒哒哒哒 然后听那个月娥声音 然后笑得很开心的画面 通通都有 所以不管你们夫妻俩 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 现在柯文哲在里面 我要顺藤摸瓜 我要让你这个车手在外面 继续逍遥 继续花钱 最后面我可以订你 陈佩琪什么 我到时候抓进来 我证据找准备好 为政罪有没有 有 洗钱罪有没有 有 他们自罪条例 共犯有没有 有 到时候你家水变下水 你是听到了 4300外买这个房子 而且是现金一口价买掉 买掉的时候 大家以为说 那个名字挂的是柯文哲的名字 可是买的人 谈的人 竟然是陈佩琪 然后现在大家最好奇的是 这个4300 刚才讲到 陈佩琪是完全忍不住 就像刚刚是终于开始讲 黑帮在搞黑钱的时候 一定要去忍耐 要忍过个一年两年 三年把他洗得干干净净之后 大家才可以用这个钱 很多黑帮出歹琪 就是因为有人忍不住用了钱 这个人就是陈佩琪 而且今天重点是 你不但是用619万 就存ATM 你花了4300万人去买房子了 杰哥 你知道佩琪现在 他之前去那个看守所外面 他不是讲说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 跟柯文哲越来越近了 我告诉大家 佩琪 你现在跟柯文哲的身体 也越来越近了 真的假的 你不要以为只有心而已 因为你有可能 会变成被告 你知道吗 不这么严重吗 因为他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嘛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过去柯文哲都讲说 他们家所有的金流跟账 都是掌握在佩琪的手上 那你看我讲了这个 4300万商办的事情 到现在 三个礼拜了 他完全没有公布耶 我跟大家说 这个叫一个大水库理论 现在柯文哲我算一算 他有十本账本耶 十本 保洁哥我算给你听啦 十本 两个基金会 对不对 再来他的政治现金的专户 再来他党部的账 再来柯文哲自己的账户嘛 对 陈佩琪的账户嘛 再来木可公关公司嘛 包含他三个小孩 是不是总共十本 小孩都有了 对啊 他存到他小孩的账户里面 那我要问的 问陈佩琪嘛 你到目前为止 三个礼拜 你完全不敢公布 会不会不敢公布的原因是 你可能这个4300万 是来自于不同的账户 转来转去 所以你不敢公布 对 会不会有钱 是来自于你小孩的户头 对 如果说你讲的很简单 他说这个就是选举结育款 选举结育款就是在 李文中在他不知道的状况下 存到他三个账户 你就把那个三个账户公布 公布了以后 就交代出来说 花了4300万 这么简单的事情拿不出来 是嘛 所以到现在为什么 我们讨论了那么久 以陈佩琪的 他过去的这样经验 他一定马上会拿出来 给大家看的 他20万都拿给你看了 20万 107万双城论坛的存责 都秀出来了 你现在为什么不敢秀 对 那就代表心虚 而且我告诉大家 他接下来他们家 有可能变成这样 一家都是贼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如果假设他减掉手上 你说他有没有掌握 这个4300万 如果连去逃出影员 唱歌 减掉都已经掉这个定位 都知道了 你觉得现在减掉的手上 看不到你4300万的金流吗 所以说4300万早就在 这个减掉的手上了 当然嘛 减掉他今天各个银行 你今天所有的汇款记录 包含这些账户 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陈佩琪 最后有可能 因为他自以为是的爱 自以为是的理财数 ATM到最后变成一家 可能都是这个 炮小片 你也在追这个世界 在买卫 然后民众党说要告你 你告了没 民众党 告了 告了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整个是以柯文 之为核心 我们讲它两个地方出钱 公关费 2.8亿跟1.5亿 一个就是那个 那个鼎月嘛 就是金华城的子公司 一个中华工程下面的小 那个小的公司出这个钱 好 我们来算算账嘛 钱最重要嘛 印小卫4500 那一亿的不明流向 可能是给其他的议员 或是官员 然后呢 你手上有的可能1500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不是时间 是那个钱嘛 那剩下的钱呢 所以它整个 而且现在叫麻花哥 我怎么说呢 所有的钱是混在一起 有七个地方 七个地方是 省金金可能汇钱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 木可 木可是有钱进去 已经证实了 对不对 有钱进去 有 然后第二个可能新故乡 然后这个众旺 进总 还有一个进总 最妙一个钱 你们有想过一亿多 我想给你听 99999 他以为10万 就要去 登记他 要登名字 要有名字 这个有三千多万 请检调查 这些人头是不是 省金金的员工 还更 你们那时候 现在有答案了 董事长 我跟你讲 有答案 什么答案 你还记不记得有18万笔 对 弄那么多笔干嘛 怎么弄死人了 好 18万里面 9999不到1万的 这不用秀西民的 有一亿多 你回想起来 你们有讲过这一集哦 对 好 那这个又一亿多 这边就一两亿了 好 那总共4.31里面 那怎么给他 我还没讲完 陈贝奇的账户里面的钱 至少证明是619万 619 7800万吧 至少对不对 ATM的 然后USB里面的钱 还有派出个新的检查官 叫做虚拟货币 这七八样就是 八爪章鱼钱就给你 我给你几亿次 这样子给你 给你科文子 好 再拉回来 4300万这个事情 4300万 那今天我等他了 第16天 对 我拜托你拿两个出来就好了 拜托那个陈贝奇 跟陈志涵 第一个 你们两个签了私约 你们今天私约 到代数那边弄到了 这个地震事物所登记 才能过户嘛 私约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你秀61万 就是买方柯文哲要缴的弃税啦 就房屋税叫弃税嘛 大概 一千 61万乘以6% 大概三四万 可是土地政治税 是那个诚信屋主要缴的 你可能要缴了几百万 你如果真的卖了4300万 第二 你什么钱去会的 这个只有第一种钱 不会坐牢 其他都会坐牢 你知道吗 第一种钱叫做干干净净的 7300万 一票30块的总统补助款 显然 我跟你讲 市的话早就征节排放 早就拿出来了嘛 第二种钱是什么钱 第二种钱就是 各种张钱去买的 如果真的有成交 第三种 那真的有成交吗 是不是只有付那个 三万多块 61万的那个计算 而其他是有人送的吗 所以这个事情 要说清楚讲明白 一团混乱 好 所以武总 刚才讲的 陈佩奇现在 刚才讲早就已经被盯上了 而且你讲说 现在市政巩固最明显的 就是陈佩奇 所以就看 怎么会丢这种 619这种数字出来 619的数字很恐怖 老儿子知道你清清楚楚 你少过去外面乱玩 他只要让他封口 不要乱讲话了 连尾书都告诉你 这家有个 3000块都给你交出来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警告陈佩奇 这个警告陈佩奇 陈佩奇随时会被动 同时也告诉柯文哲 我告诉你 因为律师一定会 律见的时候 律师会告诉柯文哲 现在媒体这样写 那柯文哲一提就知道 这个是确实的 因为确实如果有这个数字 有这个数字在的话 他随时 我刚刚讲这是支线 随时可以启动调查 启动调查 全部都马上变被告 他们一家 是一家总共 五口 五口 有四口变被告 他搞个什么东西 对 就是变成一家全部中奖 所以这个对柯文哲的压力 非常大 尤其小孩子 拿陈贝奇去压柯文哲 对啊 而且小孩 拿小孩 小孩麻烦 小孩变成钱科 小孩变成你 你现在变诈欺 我把我的户头 借给诈欺犯去存钱 那我问你 那我本身 我这个借户头的人 借身份证的人 是犯什么罪 有罪 洗钱罪啊 你洗钱嘛 小孩也犯罪了嘛 只要有这个 财产来源不明跟洗钱 有个前提就是所谓的 犯罪所得嘛 他把你扣一个犯罪所得 你这几年就完蛋了 你小孩就 如果你在美国 在日本练高学历 结果搞个前科 对 你自己受不受得了 小孩可能不敢回来了 我跟你讲 那莫名其妙跑法院 搞不好工作都不能做了 当然不能做工作 而且你良民证 可能拿不到了嘛 对不对 你要再入籍美国 入籍其他国家的话 拿不到了 这么狠 这个非常狠的一招 而且他是警告你 所以这个是 检调透过媒体 警告柯文哲 让柯文哲在里面 产生压力嘛 他不是要警告陈佩琪 那柯文哲压力大 柯文哲是 他这个心理的 心理的防线 有可能会崩溃嘛 对 好 我又回答他主线 主线就是柯文哲 跟沈金金 两个人之间的资金 往来关系嘛 那我们已经判断 那个钱藏哪里嘛 钱藏在USB里面 对 他对USB的看重程度 跟目前我们所了解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湾有几种东西 会用到这个所谓的这种虚拟货币 非常多的 一个就是casino 线上赌博 在国外赌博也是一样 他那个赌博的时候 他我们这个叫交付款项 对 他的收钱跟送钱 两个都是用这个都是用虚拟货币 第二点呢 柯文哲在当年2019年 跟2024年的总统选举 他都不断的都发表过文章 有去看过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要鼓励要台湾搞虚拟货币 所以我根本上认为 他有非常大额的巨额的款项 放在USB里面